布瑞克是一个天才导演 名利生收后 他想创造网站点击奇迹 于是他从世界各地买来十个死球 强迫他们参加一场死亡真人秀 死球里有大汉 有恩爱的夫妻和特工 布瑞克为他们编排了臭名昭著的罪行 好让观众不再怜悯他们最后的遭遇 死球被丢在一个布满摄像机的孤岛上 死亡被直播 游戏的规则很简单 在三十个小时内 他们要杀死其他人 超过时间后 脚踝上的炸弹会被引爆 活到最后的人能得到自由和一笔奖金 杀戮从柔弱的女人开始 人性最丑陋的一面被求生欲挑起 白人男子将黑人女孩打得奄奄一息 失报后还发泄一下信誉 女孩未保真操 情急之下掰断一根树枝 插进男子的动脉 反转的剧情让制片室里的人唏嘘 暴力使他们亢奋不已 日本人和英国人结成了同盟 他们开始捕杀助于他们的人 杰克是一个特工 为了国家安全 他没有向监狱透露自己的身份 他不想参与岛上的猎杀游戏 杰克在海边遇见大胡子 但没有伤害他 大胡子也无心杀戮他 只想找到自己的妻子 临走前将开镣铐的钥匙扔给了杰克 大胡子找到了妻子 两个人拥抱时 英国人出现了 他把妻子护在身后和英国人打起来 英国人打断他的腿后 对他妻子施虐 甚至和日本人一起强暴了他 痛苦不堪的妻子引爆炸弹自尽 大胡子趁机逃脱 再次遇见了杰克时 原本正常的大胡子已变得癫狂 他哭求杰克和自己结盟 一起杀掉其他人 杰克拒绝了他 但鼓励他活下去 杰克溜进布瑞克的气象站 给妻子打了一通电话 他要妻子记下银行账户号码 以防自己不测 妻子哭着说 他不要钱 只要他能回家 布瑞克切断电源 带人呛杀杰克 杰克死里逃生 遇见了被英日同盟毒打的大胡子 英国人对杰克叫他住手的话 只知不理 还挑衅地烧死了大胡子 杰克被势强凌弱的英国人激怒 他狠狠地说游戏开始了 英日同盟两面包抄杰克 他无奈之下躲进了洞里 日本人点燃酒瓶扔进洞里 熊熊热火燃起 烧坏了摄像机 此时 浏览布瑞克网站的人已超过千万 杰克的妻子也在其中 他含着泪 看着丈夫被追杀 布瑞克的员工已经无法忍说画面的残忍 他的妻子已提出了抗议 但布瑞克没有搭理他们 真人秀 仍在继续 杰克发现洞里有个密道 他本想带着树上的巴西女子离开 但巴西女子不信任他 引爆了自己脚上的炸弹 人们以为尚有人线的杰克死了 他的妻子站在人群里流下了泪 英日同盟瞬间瓦解 两人比划着准备动手 杰克冲乱 杀死了日本人 岛上只剩下英国人和杰克 布瑞克偏袒英国人 为他提供了枪支 杰克终究没有跑过子弹 记者安娜采访布瑞克后感到心痛 他说 正是人们对暴力的猎奇 才使布瑞克迎合大众口味 拍摄了死亡真人秀 犯罪的不止布瑞克一人 还有普通的观众 警方决定逮捕布瑞克 布瑞克杀死朋友后 选择一个人逃亡 没有拿到钱的英国人很气愤 他开枪杀死了制作室里的所有人 他想要杀死布瑞克的妻子 忽然出现的杰克 却将他打死 杰克在悬崖上找到了 想逃走的布瑞克 将一枚炸弹扔进他的飞机里 一声巨响后 刽子手布瑞克死去 FBI威杰克翻了案 他回到家里时 妻子在门口等他 他望向妻子的眼神里满是柔情 一声所求 不过就是身心疲惫后 回到家里时 总有一个人 满怀期待地等着你